嗨大家好我是江小胖 刚才刷视频啊 看到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主播啊 说车的 据说他是什么什么工程师 对吧 然后呢他分析的东西 我看了很多东西确实因为我不懂 毕竟也是专业领域的 他说一辆奔驰车 我不提奔驰什么车 他说一辆四十多万的奔驰车 对吧 拆完车之后 他认为这个车的制造成本 就车本身用在车本身的成本 大概是十三万左右 对吧 剩下的肯定是税 或者各种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一辆十七万的国战车 拆完之后 他认为成本应该占十二万 也就意味着两台车成本只相差一万 但是实际售价却相差了一倍 还乖玩 对吧 一台四十多万 一台只有四七八二的国战车 不得不成呢 我们现在国战车 如果他说的是真实的啊 我们的国战车已经真的很努力了 很就是很用心了 对吧 说死话 现在卖国战车 国战车现在这个售价 对吧 确实没有赚我们普通了万幸的钱 如果是枕的话 确实很良心 用料也确实很好 但是我 可能想阐述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乍一停是很好 但是我想说关键性的问题 对吧 可能力量有点偏薄啊 但大家可以挺一挺 比如说泰神 对吧 泰神吃了一个馒头 他两天没有吃饭了 对吧 或者说很饿了 吃了一个馒头吃饱了 你呢 给你吃个帝王蟹 加虾 对吧 你也吃饱了 泰神吃饱的成本 一块五 两馒头 对吧 你吃饱的成本 一百五 或者是三百五 那好 吃完了 你投了很大的成本 对吧 你吃的很好 把你俩放到一起 打一下 对吧 你会发现 泰神还是必然的打你 你投出的成本很多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你依然还是打不过泰神 原因很近的 为什么 因为泰神是长年累月 对吧 你只看到他吃这个馒头了 他在之前 他花了大量的资金也好 是怎么的也好 对吧 再提高他的技术 他在努力的刻苦 对吧 而你只是想靠一个 对吧 大侠 靠这顿饭的价值去超越他 对吧 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太靠谱 最起码我认为现在 恰比喻不太恰当 但是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吧 获取一个更简单的一位说 对吧 那泰神说远 那我自己说 我是一个柔道运动员 成井啊 是一个柔道运动员 然后呢 我现在 对吧 我是一个柔道 蓬普通一个柔道运动员 练了多了没有 四二三年有了 对吧 我也不习算了 最少四三年 不会劲啊 然后呢 现在来了 现在说 你一个学员 对吧 你一个悉尼学员 你练了两年 练了一年 然后呢 你凭什么向我挑战 或者说 你有什么能力 认为你能把我击倒 你要知道 我这十三年 不是躺着 我这十三年 我一直每天在练 说死话 可能是我打过的对手 比你训练的日子都多 对吧 我实战的场次 比你训练的时间都长 当然说这点开玩笑啊 你凭什么认为 你一年能超过我 你真的有天 你很天才吗 当然 我相信一定有天才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尾神 据说什么六个博士 几个博士对吧 研究了四个月 研究不出来的问题 他一宿解决掉了 那我请问 世界上多少个家人天才 换句话说 我一个国家 曾经拿过国家异军的人 对吧 我认为我不算是 最起码我认为我在这个领域 是具备一定能力的 当然我肯定不是顶尖的 对吧 但我绝对不是 中上之姿应该差不太多吧 我感觉 对吧 可能得夸张 中游行吧 对吧 对吧 那你说你一个我中游 对吧 再差 再差 我练十年 十三四年 对吧 你说你练个五六年 你能追上我 这个人我认为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对吧 前提是你的自制衣 必须得比我好 对吧 当然你要自制那天 你可能三年 你有可能 你也有可能会追上我 对吧 换句话说 这样自制超过我 那天超过我的 自制的人会很多吗 最起码我认为不会很多 反正我一直也在 这个行业里面摸发滚打 对吧 我是没见到过 目前为止没见到过 说 而我就老天才的 对吧 就碾压所有运动员 这样人目前为止 我没见到我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见没见到我 对吧 当然我说的有点远 你现在又发现了 对吧 你说你现在 还是一话 我和你去比赛 对吧 你练了三个月 你练了五个月 你练了一年 你现在跟我去比赛 请问你拿什么跟我比 你现在你父母给你花一个亿 你也比不过我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 还是 我的经验足够累积 足够 经验足够足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 比如说 你父母给你花一个亿 我说这一天都夸张 比如说花二百万 你得看这二百万是花在哪 对吧 花在有些程度 花在有些地方 会提高你能力 那我换句话说 我是来扔道的 对吧 扔道最重要的目的是 摔道 对吧 一本胜利 对不对 你有二百万 你父母是给你二百万 花三十万给你买个道夫 花五十万给你买个表 对吧 你花那个三十万做个脸 对吧 你花八十万做个头发 你认为你这些投资 确实 可能我这些年的投资 一共我就五十万 对吧 我是 我一共就投资过五十万 我用了十三年 但是你这投资确实搞 你投资了二百万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你这二百万确实也是花了 花在哪呢 花在面子工程 没有花在理智上 对吧 你的二百万如果每天 对吧 花高价请教练 请专业的教练 对吧 不玩那些花了胡哨的 对不对 就穿个一百块钱道夫 也不代表 也不弱头 就是二十块钱减个头 剩下你把那钱 所有钱全部砸在教练上 对吧 教你的技巧 把技巧提高 那我认为说实话 那个 如果你碰上非常牛逼的教练 你还非常努力的情况下 我相信三年五年超过我 太容易了 太正常了 还是这个话 因为什么呢 钱很牛逼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钱 你得用对地方 你才能超越我 如果像我说 你用不对地方 你永远超越不了我 对不对 好 现在聊车 车是什么呢 机械产品 我一直认为车就是机械产品 但是我们现在的国产车 属于电子产品 我感觉车是机械为主 电子为辅 但是我们国产车是反了 电子为辅 为主 机械为辅 换句话说 成本 放在这呢 可能底盘 对吧 发动机变速箱的成本 几乎一样 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个东西几乎一样 但是 调教不同 调教 那就是眼界可能 汽车多少年累积的经验 你是学不到的 调教不同 剩下的钱 你可能甚至啊 就是说你都堆积在 所谓的配置上 你剩下的钱 可能都堆积在配置上 一台车的成本 可能底盘 边上放这些成本 可能就五万块钱 对吧 五万就完事了 眼界剩下的 可能挣着这挣着那 加在成本上去 就完事了 但是可能你国产车的成本啊 发动机边上 底盘什么 可能不到五万 甚至不到五万 可能就两万 然后你把那十万 你全部都能在什么 大屏幕啊 信空顶啊 大天窗啊 对吧 各种各样智能辅助 驾驶系统啊 各种各样的互联交涉系统啊 对吧 当然你的成本 可能比完之后 和它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 地基是不同的 对吧 地基是不同的 那你说 为什么长沙六少人会塌 我这四八成不会塌 因为地基不一样 高度 它不如我呢 为什么它倒着 我没有倒 我这房子没有倒 因为我的房子 地基打的好 你那个房子 地基打的不好 对吧 所以说你就容易塌 这也是我现在 对国产车的看法 有些人说你黑国产车 其实我不是黑国产车 我是希望国产车 真正意义好 我希望国产车 应该把大量的资金 研究 这个车 怎么开起来好开 研究机械方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少花点钱 去研究配置 我真希望我们的国产车 可以跟世界任何一个国产车 去竞争 是公平竞争 而不是这种所谓的 错位打击 给人那种 就像那个拍戏的 对吧 走那种错位感 其实这种东西 在我还是什么东西 而且现在国产车 很多可能就这样 对吧 确实你城门很高 但是你要知道 车是用来开的 它是机械产品 你用来哪 就像我说的 一个专业柔道运动员 对吧 他最牛逼的应该是技术 而不是穿着200万的道服 带着500万的表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是我对国产车的了解 我希望国产车好 我更喜欢现在国产车 一台国产车可以把成本控制7万 对吧 那5万 好好琢磨琢磨 好好花钱 拜拜试 好好研究研究 对吧 到底怎么整 才能把车做好 这个好是从地级上去找 对吧 而不是安排大屏幕 这就是我想说的 好 这就是这么多 接着